2018年5月8日,蒙特利尔国际龙舟赛及龙舟文化节组委会在蒙特利尔唐人街封华院举行了2018蒙特利尔国际龙舟赛及龙舟文化节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由组委会副主席郭骏主持,中国驻蒙特利尔总领馆梁霄领事出席了本次新闻发布会并做了重要讲话。 前来参会的还有本届龙舟文化节组委会的全体同仁,参加乔社龙舟有益赛的各支队伍的负责人。 蒙特利尔华人社区各大媒体、部分赞助商、乔团领导等也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梁霄领事就今年龙舟文化节活动做了讲话,他说龙舟赛已经不只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同时也是集体互助精神的一种体现。 我也预祝这次龙舟赛和龙舟文化节取得圆满的成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喜爱热爱上这项运动并且体会龙舟赛给我们带来的愉悦和力量。谢谢大家。 随后,本届蒙城龙舟文化节组委会主席黄显书女士做了重要讲话,他说,2018蒙特利尔国际龙舟赛即龙舟文化节将于7月7号到8号在蒙特利尔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场馆举行。 今年的龙舟节将以高水平高规模的面貌同大家见面,即文艺演出水平高,现场文化展示内容丰富多彩,有国内著名的牡丹画家和飞夷传承人进行现场文化展示。 本次龙舟赛将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近160支龙舟队参赛,其中蒙特利尔乔学商界将有20多支队伍参赛。 为感谢社会各界对本届龙舟文化节的大力支持,组委会将于7月10号在康大奥斯卡皮特森剧场举办龙舟节答谢演出晚会。 本次晚会将由山东省歌剧舞剧院的16名演员亲情奉献,戒时将举办桥借龙舟有益赛的颁奖典礼。 组委会副主席曹成、王宝猛和贾明分别就龙舟节赞助组队和文艺演出做了详细的说明。 欢迎广大华人华侨朋友们去观看7月7号和8号的龙舟比赛和文艺演出文化展览。 为龙舟健而加油,为中华文化喝彩。